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带来 健康篮球技术 动作 今天我们做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动作 这个后卫 过这个全场过半场需要用的 让你碰到一个人 他非常积极的防守你 这个时候 你如果一直在他面前 面对他运球 做这种变相的很容易被断 所以呢你需要用你的背身 用你的肩膀用你的屁股 用你的去护球 当你护球的时候 他拿一个手放在你身上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转身动作 你可以瞬间的力做一个转身 然后把它过掉 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 就是一种锁定转身 锁定转身呢有很多种做法 今天呢我们就教一种非常基础的做法 那就是 你脚迈到这儿 你的这个脚 这个脚为轴 这个脚要动往后面旋转 然后呢正常的旋转以后 可能他直接就这样过了 但是我们做一个跳步 这个脚转的时候 放球 另一个手接着走 往这走 OK我们稍微做快一点点 放到这儿 旋转 好 反方向 或者到这儿以后 不求这个脚避到这儿 旋转 跳 拿球 走 这确实一个非常基础 并且精英 而且非常好学的 而且很多人说 你不需要很好的运球华丽技术动作 但是你就可以做到一个技术动作 他来紧逼我 我到这儿 我顾球 然后呢如果 这个人 他看到我背身以后 他知道我要转身以后 他看破了我的行为 那么 我就可以做半转身 我们用同样的步伐 去做半转身 我到这儿了 我 别过来 我要转了 同时 我运球 但是与其我运球 我用这个手 拿着走 我用这个手 这个手 你用你的背身 你的脚步 去欺骗你的防守人 你的反方向 我们到这边 我到这儿了 他以为我要转身 但实际上 我并没有把这个手 运过来 我到这儿 我 我到这儿 我脑子 脑子我那儿一看 身体我那儿一摆 我就管了 任何转身 你要用你的脚尖 好 当你这种转身和半转身 都会使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迷惑你的防守人 你到这儿 这 就是 我们的精英篮球转身 进入动作 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www.hangtimehooper.com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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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literary 都是一周 我